在青藏高原,将牛粪通过压块机压制成高密度压块燃料,用于生活取暖和做饭,带来了多方面的好处。 这种压块燃料燃烧时间长、热制高,能够为高寒地区提供持久稳定的温暖,有效应对高原的严寒气候。 同时,它减少了传统散烧牛粪造成的使内外空气污染,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。 此外,压块燃料便于储存和携带节省了空间,减少了运输成本,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。 这一做法还促进了当地资源的循环利用,减少了木材砍伐,保护了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,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。